政局长蓝世聪 因为他是民进党籍的 但他又公开挺科 那我想请教义夫哥 因为其实这个党部主委陈正的 他就有讲过说 现在出力时间点不对 动了也没有加分 那到底怎么样才是时机点 要怎么样处理才会比较速息 我去研究研究吧 党籍终归是党籍 如果党籍碰到事情 可以转弯 他就不叫党籍了 我觉得讲出这个话 当然你在议会讲这种话 你很难去判定党籍的问题 因为讲话跟实际你去做动作 就好像我们说 我要脱党参选 我要脱党参选 但是不到登记那一刻 我正式登记 你也不能拿党籍对我怎么样 所以现阶段的确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蓝世聪目前为止并没有 你说我是民政局局长 市长要拜会李医长 当然拜会民进党的 好像也是公务 拜会民进党的李医长 当然我们就是说 烧香客上一事两勾党 你到底是两件事一起办 这大家都知道 但问题是当他不讲出来的时候 他是以民政局长的身份 对李医长讲话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界定说他就是服选 因为我都没有跟你讲到选举 我是跟你讲到市长要去看你 所以他是 你说界限模糊也好 灰色地带 你说和尚 烧香看和尚 一事两勾党也对 因为这就是选举 大家都要说避讳说 没有我是行政中立 这个都是都是个借口 事实上就是选举 但蓝世聪的问题 的确到民进党目前为止 现阶段并没有看到 他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非局长身份外的一个服选 所以你民进党对他来说 其实也是党纪上有点困难度 如果今天成立 柯文哲成立了竞选办公室 纯粹的选举事情的时候 当蓝世聪进驻 或是说到那边 喊柯文哲加油 一定服选 那有行为了 有行为了 那你党纪就不能 看不到了 所以现在蓝世聪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蓝世聪 掌握民政局的资源 可以直接影响里长 其实就讲了 就刚才议员讲了 就资源 我掌握资源可给你 不可给你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一个最大的武器 那你里长要寻求连任 你要帮地方争取金贝 你要看民政局局长的脸色 这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说他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他们说不是拔装 我的看法就是烧香看和尚 巡视基层兼拔装一起干 这还蛮审视的 我说这种选举的事情 就我是觉得不用听他们这么多借口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哪有那么啰嗦的事呢